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动和种种身心均衡的方式去追求自我的健康 但是在全部生命系列谈的又是一体意识 谈沉浮、谈放下自我 因为自我到最后其实什么都不是 这两个观点乍听之下很不一样 可以请您多说一点吗?谢谢 这需要用几个层面来谈来回答 首先讲到真言一 我相信你还记得 我们完全强调 主要在强调身心的均衡 Balance Point 怎么把身心均衡点找回来 不管是透过饮食、运动、心理的管理、呼吸等 都在强调身心的均衡 那一个人身心不均衡 这大概是你我、我每一个人的状况 假如饮食带来的负担重 身体的结构重 运动少 心情不好 心情的管理没有重视 身体硬 我相信很难再进一步 去追求灵性方面的 或是意识层面的问题 这大概是我们大家的状况 也为什么我过去碰到好多朋友有慢性病 不管是有肿瘤、退化、年纪大 我都首先强调身心的均衡 一个人失衡 身心失衡 很难可以有空间 听到其他的追求也好 或是其他的层面 价值观念等 所以我过去常常提到 身心不均衡 或是一个人有不管多严重的病 其实是个人生的大机会 一个机会把自己找回来 首先把身心的负担降低 透过饮食 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彩虹的饮食 或者吃蔬菜 生机的饮食多吃 用什么方法 把身体首先打到一个进化 透过不管是断食也好 饮食也好 运动也好 运动我们又强调均衡的运动方法 透过拉伸 有氧跟健身等 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是希望一个人把自己的负担 身体的负担降低 达到一个很彻底的进化 让一个人只要很轻松 很爽快 很疏通 自然他就会感觉比较舒服 比较心情比较好 也就自然可以对别的方面的层面 价值观念 意识层面去追求 大概主要是这个道理 那假如一个人身体不舒服 这时候我们在讲意识层面 我相信你我都一样 大概也许听不进去 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身心健康找回来 然后找回来以后发现 其实这个肉体可以提供的健康只是一部分 心提供的健康也只是一部分 身心的健康 其实它不是完全代表生命的一切 所以从一个人身心得到健康 对我是一个门户 才可以把生命的整体带回来 才可以听进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头看 其实这也不是刻意的这样子规划 自然就是这样子一个经过 我们首先都在谈肉体 怎么去找到健康 身体的健康 然后心理的健康 不管是透过静坐 好多这个情绪的管理 等呼吸的阀门等 把心安静下来 所以透过静坐 然后一步一步在追求生命 更深的一个奥妙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体 或是整体 其实从来没有够矛盾 有意思是说矛盾 还是我们人自己创出来的 自己制造出来的 任何矛盾 任何悖论 是我们自己人 透过脑 头脑 把它建立出来的 生命其实 完全没有矛盾 你不管从哪个层面谈 都没有矛盾 这样的一体更不用讲 完全没有矛盾 所以我过去才会这样讲 只要这个我们大家 你我认为这个身体很坚实 是真的 认为这个身体有存在 生命存在 寿命有限 我们生命有种种 受到种种的局限 制约 只要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真的 那身心的健康 对我们还是重要 我们活在这个时空 我们认为 所以当然重要 是透过一个整体的反省 全部的反省 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时空 甚至业力把它看穿 知道一切都是 一个大妄想 一个幻觉 这时候 这个身心的健康 其实已经对我们不相关了 因为这个身心 本身也是个大妄想 所以拿来的健康不健康 本来就是完美的 但是一个人要相当谦虚 要很实在 因为只要我们认为 这个身体存在 有这个肉体 有这个人身 我们还是要做功课 还是要把 把我们的头脑 所产生那么多念头 把它消失 把它减少 让我们回到 首先回到我们身体 所以透过好多运动 我们其实在跟身体对话 不管是用感恩的功课也好 或是把细胞 每个细胞观想起来 都在 都可以说是 把我们的意识 从一个头脑 二元对立的意思 落回到身体 这是我们一般人 很少 现代人很少有这种经验 所以首先体验 什么叫做落回到身体 那身体其实跟 整个宇宙一体都没有分手 跟大自然都没有分手 从这个身体 从这个身体再走出来 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仔细 这个想去探讨这个问题 一点矛盾都没有 那只要我们有这肉体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养活 可以让它活化 可以让它进化 让它跟我们一起走 一起去练习 去做沙德纳 灵性的练习 让我们从这人间走出来 来自然的练习 来自然的练习 来自然的练习